好了 上次我们的那个移动硬盘已经完全就坏掉了 后来再去返厂修了 但是这个数据还是有很多东西 我们通过第三方的公司把那个数据给找回来了 但后来但是你的数据很多 我们现在也没地方放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就重新想办法再把一些我们所拍的视频 还有个人的数据上面要备困起来 所以来 今天我们就买了一个 大家现在应该都很多人知道了这个东西叫NAS 这个叫熊辉的NAS 我们买的是D920加的一个版本 对 装四个盘的 OK 我们现在打开看看 好 这个是一个电源线 这是有摆钥匙 有两根网线 两按十二伏的 这个是十二伏的电源 说明书了 然后这个就是主机了 好 这个就是主机了 对 四个盘位 后面有一个USB3的接口 一个网线接口 OK 这里还有一个reset的按钮 前面有一个USB3的接口 还有点元件 这里有几个灯 只是一二三四四个盘 一个状态灯 OK 底部的话也是一样 这里也可以装SSD的硬盘的 这里也可以打开 对 这里是装SSD固态硬盘 OK 装两个 OK 好 好 这个也是台湾生产的 后面有两个风扇 OK 我买了两个西部数据的红盘 这个专门用给NAS用的 它这个硬盘是可以24小时不关机用的 所以它的支援应该会比普通的硬盘要好 买了8个T的 买了两个 对 两个8个T的 虽然买了两个8个T是19G 但是我们只能用其中的一半的放数据 另外一半是做备份用的 所以我们先装两个就OK了 取出来 然后它这里取出来以后的硬盘是 把这两边这两个腿拌开 这两边有两个腿 这样拌开 拌开以后这个是用卡硬盘的 它这个不用装螺丝的 我们现在把硬盘打开 对 8T的硬盘 这个是NAS3.0的 这个生产日期是21年的1月份生产的 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我再压进去 压进去可以 这边也是这样压就可以了 很方便 装起来很方便 OK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硬盘放在柜子里面 OK就可以了 你现在这样是可以拉开的 把它锁一下以后 这样就拉不下了 这样就防止在用的时候 会比小朋友给拉出来就不好了 这一头插这边 好 这一头就插上这个电源就好了 这个头 OK 好 我们再把它接上这游戏上面 我们去开机试一下 可以 可以 首先你的路由器跟你的电脑 接着同一个WiFi一个去网面 然后呢 你去查找你的在Google 浏览器里面打入一个 findsynology.com 它就会查找你的synology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 找到了一个IP地址 另外它的那个什么网络实体地址 什么的都会找到版本 这边和DS92连加 一旧续 这边接连接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差两个网线 所以它有两个IP地址 就是两个IP地址的 连接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它的后台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到 我看到我们那个三端的运行正常 这边是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我们可以看到文件共享 文件加 因为我已经创业了很多文件加在里面了 主要用的一个文件服务 文件服务的话 你就通过这里可以PC单 就是直接敲两个鞋杠 只可以找到920plus 这个 Magic的就是smb 冒号双鞋杠 然后920s920plus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这些硬盘了 然后创建你的用户 还有用户群子 就可以不光是你一个人用 可以给很多人用 我给他们分享空间给他们用都可以的 OK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远程连接 这里有一个远程连接的网址 打这个网址 你就可以进去网络书 你的用户密码 连接到外网就可以连接到了 当然手机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 手机上有一个是 虫黑管家 你要把虫黑管家装上去以后 手机也是可以这样操控的 就是可以通过 连接手机的图片 直接上传就OK的 快速连接你们一些选项 然后就是文件服务 文件服务通过你的键导 怎么去把文件放进去 这一个选项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去设置一下就好了 另外就是套件中心 套件中心有很多第三方软件 大家里面可以去用 这里面东西也是很方便的 特别有一个我们当初有一个叫 下载站 你看我现在下载一个 阿文达的电影 19个G它已经下完了 找了S920 连接 在这里就有了阿文达的 画可以看 转的很迅速 这个是很多这些APP 大家可以去套件中间去下载自己去玩了 有个层次空间管理员 然后进去以后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硬盘空间 用的是什么模式 他们有一些Rita1Rita5什么来的 我们这边是默认用的SH2的一个模式 这里面它有称值是OK 7.3 称值空间我这边是总共使用了两个T 你用容量1.89T 从容量是6.5 因为我这个是8T的 它里面格式完以后 它里面还有一个的T动机 就不知道怎么用掉了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的是硬盘3硬盘4 装在那个盘 1号2盘 刚好出问题了 那是3号4盘 不在那个硬盘 OK 硬盘状态是良好的 所以硬盘没有问题 大家如果发现那个硬盘有问题 的话就可以从这里检测一下 它的硬盘分分状态良好什么样的 就OK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你硬盘那个 这个是好是坏的 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个你就是一个系统状况 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你现在的运行正常 然后应该是哪一个聚与网的空间 还有你CPU有多少 层储用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多少 这样的一个状况 系统状况的一个展示 OK 看目前年纪的用户 还有计划任务 硬件更改 这个就不用了层储 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层储的空间 对 你往下拖就可以看到目前有哪几个人运上去了 还有这个边的系统正常 还有这个东西都有展出来 买盘呢就是最好就买两个盘就OK了 但实际说定你的空间不是很多要 硬件不是很大的话买两个盘就可以了 如果你后面不够用的话 你再加款转后面加都没问题的 所以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8个T的 8个T应该是便宜的 如果说到10个T它要贵 加价要贵很多 当然最好是买大的了 越大越好 因为你越大的空间 你浪费后面 后面存机的空间就越大 因为后面你增加空间的话 如果你一早就买个4T的话 后面再增加8T 它也就默然为4T的 因为它是前面的盘整数的 所以如果你之前买个10T 后面再买10T 这些10T它都是你10T的空间去增加的 因为它是备份的数据 它是按照你这小盘去省衡量的 所以你买大盘是最好的安排的 买最大的盘去安排是最好的了 OK这就是NAS它的一个RAID的盘的 组合搭配组合的一个模式 OK好吧 我们今天的这个NAS镜盘就分享 后期我们再分享一下 NAS出现故障的问题 我买了一个星期就出现故障了 我们下期告诉你怎么样 去看看这个故障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视频 有意思的话 记得关注和订阅和一键三点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